这个购物网站是电商和社交完美结合的典范 比如说一把雨伞直接买要29块钱 拼着买呢只要19块 再比如你邀请两个好友成为新用户 你就可以免费领取商品 再比如邀请你的好友帮忙砍价 砍价的次数越多价格就会越便宜 低价诱发了病毒式的分享 拼多多在2015年9月成立 是一家主打拼团的社交电商平台 用户可发起和朋友家人邻居的拼团 以更低廉的价格买到商品 一推出后这三年来 近以火箭般的速度成长 用户量三亿多 每月交易额达两千亿台币 号称每日订单比京东还多 成立不到三年赴美申请IPO 估值已达三百亿美元 约九千两百亿台币 是阿里巴巴和京东之后 大陆第三大电商平台 社交网络和这个移动互联网的发展 把同质化的需求能够归集起来 这个在短时间之内 这个量的聚集呢 也给供应链的优化 创造了很大的机会 使得单品能够有很高的性价比 黄真是个学霸 2004年在美国威斯康辛拿到电脑硕士 加入美国谷歌 2006年回大陆参与谷歌大陆办公室的创立 2007年从谷歌离职 创立电商和游戏公司 2015年开创社交电商新模式 如今他的身价 篡升到千亿人民币 约四千多亿台币 值得一提的是 十二年前 当时才二十六岁的黄真 还默默无名 就已经跟着他的前辈 和古神巴菲特吃过午餐 这顿饭果然让他受益匪浅 之后他就走上创业之路 短短两年达到京东十年的成果 台币的淘宝 推出特价版购物网站 京东推出拼团模式迎战 不过拼多多 卖假货的争议不断 上市之后恐怕不能再 忽视商家的诚信问题 记者代理黄家沛综合报道